来我们看239页 那到底什么是基因组呢 各位看239页 第一句话画起来 生物体内的遗传物质 就是指DNA啦 就染色体 里面所含有的全部遗传信息 就是全部的基因 称为基因组 所以简单的讲 人类的基因组 那就是在问你 人类到底有哪些基因 有多少基因 所有的基因就对了 这样可以吗 好我们来看比较简单的 因为人类太复杂 我们来看简单一点 我们来看这个V型肝炎 什么是V型肝炎病毒 来看这边 这个就是V型肝炎病毒 这是它的电子显微镜照片 然后这是它的模拟图 它是一颗球形的东西 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绿色的外壳是蛋白质 所以V型肝炎病毒 它的外壳是蛋白质 某一种特殊的三级结构 我现在讲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它的形状这样可以吗 再来 这个蛋白质的壳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答案是 它里面是两条DNA 注意哦 这一段是双骨 有没有 然后这边是单骨 所以各位这个图看得懂吗 黑色粗粗的这个就是DNA AT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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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DNA ATGC ATGC 这样 一长一短 这样可以吗 好 既然V型肝炎病毒 它里面也是两条DNA 那各位告诉我 这个DNA是不是有某一段 是一个基因 会产生一种蛋白质 这样有听懂意思吗 科学家发现 V型肝炎病毒很简单 它只有四个基因 有四段的DNA 会产生四种蛋白质 哪四个 注意看哦 第一个基因叫S基因 从哪里开始呢 各位我们看到这条线 从这边开始 一直到这边结束 这样有听懂意思吗 再来C基因 绿色这一段 从这边开始 到这边结束 比较短有没有 注意哦 这个只是一个图而已 它这个线的意思是告诉你 从这边开始到这边结束 有些地方是不是刚好重叠 当然可以重叠啊 无所谓啊 重复使用嘛 这样可以不用那么长啊 再来P基因 P基因 这条蓝色的线 从这边开始 到这边结束 所以就是黑色的这个地方 开始到这边结束 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P基因是最长的 所以代表 P基因产生的蛋白质 是最长的 再来 X基因 X基因比较短 就这一段 就是黑色的这一段 这样可以吗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四种基因 都是在产生蛋白质的 其中呢 X基因产生这个蛋白质 就会形成病毒的包膜 它有一层膜包起来 C基因会产生病毒的壳 P基因会产生病毒的聚合酶 就是聚合这种病毒的一种酵素 X基因呢 跟病毒的调节作用有关 就是让病毒可以继续活下去 你看哦 这么短的一段DNA 你可能要问我这个DNA 这到底有多长啊 ATGC有多少碱基对 答案是 它的长骨 就是长的这个圈圈 有3000左右的碱基对 短的就是这一条 有多少碱基对 1700到2800 不一定啦 稍微有点误差 这样听懂吗 所以一条短一条长 可是呢 它只有几个基因 四个基因 这四个基因产生的四种蛋白质 就可以把你杀死 这样听懂吗 这个就是V型肝炎的病毒 可以吗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表 这个表呢 就列出了V型肝炎 一直到人 它的所有的DNA长度 这样可以吗 所以V型肝炎的DNA有多长 3200 BP嘛 Best Pair 基因几个 四个 再来 HIV-1就是那个 艾滋病毒 艾滋病毒呢 它的DNA长度 9.7K 基因只有几个 9个 你看看 它只有9个基因 大家看到它吓得要死 对不对 再来 这边越来越复杂 大肠杆菌跟酵母菌 你看它的这个 这个大肠杆菌 大概4.6 Mega Mega就是百万 所以大概 460万 减击对 基因是4000多个 酵母菌呢 更复杂 12 就1200万 减击对 基因有6000多个 这样可以吗 再来 果蠅 是不是越来越复杂 果蠅是会飞的动物嘛 比较大肢的 你看它的DNA是不是更差 那基因呢 因为现在还在研究 所以那个数字呢 我后来查了半天 就发现 各种说法都有 所以各位要记得 某一种动物 到底有多少个基因 这件事情 很多现在人类都还未知 一直有新的基因被发现 那也一直有一些基因被否定 被否定的意思就是 以前的人觉得那是一个基因 但后来做研究发现好像不是 所以那个数字一直在变 玉米也是 玉米的DNA很长哦 你看玉米的DNA跟人类差不多 人类的DNA是30亿个减击对 玉米是21亿 其实也很接近了嘛 那人类的染色基因体有多少个呢 答案是三万五千个 注意哦 这个数字大概是十年前的时候 我看这个书的时候 它是写三万五千 我最近上Google去查发现了 最近又把这个数字下修 就是科学家发现有一些基因好像是搞错了 不是真的 不存在就对了 所以我想Roughly就是三万左右 这样可以吗 有一个感觉就好 你的DNA有多长 30亿个减击对 其中只有三万段DNA会产生三万种蛋白质 这样我听懂意思吗 你只要Roughly有这个感觉就好 那这个都还在研究当中啦 没有明确的数字 好 请各位看课本的 241页 我们来看人类基因主计划 你想想看 人类有三十亿个减击对 有三万个基因 对不对 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这个要讲所谓的人类基因主计划 这个在1991年开始执行 这是美国能源部跟国家卫生研究院赞助出钱的 那为什么是能源部呢 因为在那个年代 这个核能啊 还有核子弹的研究 非常的热门 那科学家想要知道说核能 尤其是美国能源部 他想要知道核能这个核子 放射性的东西对人类的基因有什么影响 那你要研究它的影响 你必须先把人类的基因 跟人类的DNA顺序先搞清楚 那各位想想看 人类的DNA有三十亿个减击对 那是很多很多对不对 而且全世界的人 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身上的染色体是不是都差不多 所以假设每个国家自己关起门来 自己做自己的 是不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呢就由这个单位出面 怎么做呢 挑一个人 把他的23条染色体抽出来 注意哦 刚刚一直强调大A小A大B小B 大A小A是不是差不多相似嘛 所以你不需要两个都研究嘛 反正一条是你爸爸 一条是你妈妈的 反正都是人类嘛 这样有听懂吗 所以呢他们就只挑大A大B大C大D 这样挑出来总共几条 是23条 然后把这23条染色体呢 分给每一个国家的研究单位 每个人捧一条回家去做 这样有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你的23条染色体呢 就每个国家分一条回去 然后去研究什么 研究他那一条染色体的ATGC的顺序是什么 然后再研究那一条染色体有多少个基因 这样有听懂吗 这个叫做人类基因主计划 那最后一个 最后一条染色体被确定它的那个顺序 序列的那个染色体呢 在200 这边 243页的第五行画起来 最后一条染色体就是人类最长的染色体 第四行 最后被解码出来的是人类最长的一号染色体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第一条最长的那一条 它是在什么时候被解码出来的 2006年5月 那是那一天刚好是报纸头版 你们可能都没有去注意这个 我就一大早起床报纸拿起来一看 人类最后一条染色体被定序 头版 就是2006年的5月的某一天 我忘记了 那你仔细看那个内容 他就在讲这个 从1990年 91年执行到2006年 你看花了15年的时间 才把这个顺序解出来 只是把AT77的顺序解出来 至于里面有多少基因 还要在研究当中 还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他的结论 首先呢 243页的第一个箭头 第五行可以吗 基因组只计算相亦的基因 相同的部分就不会去重复算 那人类的染色体总共有23对 46条对不对 可是因为大A跟小A是很相似的 这样听懂吗 所以我们只挑出其中的一半 来计算就好了 所以最后结论就是大约有3万5千个基因 这样有听懂吗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人类的染色体有30亿个碱基对 大约有3万5千段 DNA会形成具有完整功能的RNA或蛋白质 所以有3万5千个基因 但是这些基因的总长度只有750M 这句话听懂意思吗 你的31个碱基对是不是这么长 你的DNA是不是这么长 可是并不是全部都会变成基因嘛 对不对 一段变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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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基因的那是不是就没有用 这样有听懂吗 所以科学家发现会变成基因的只有这样子 750M 所以3000M减掉750M 是不是还有2250M 那个2250M是没有用的 这样可以吗 你可能又要问 为什么没有用 还是在我的染色体里面 这个科学家还不知道 这样有听懂吗 DNA好长好长 这个是基因 这个也是基因 那基因跟基因中间 是不是有一段DNA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其实比较多 这样听懂他的意思吗 第三个 人类总共有31个碱基对 那不同的人他碱基对差异多少 你跟我的碱基对差多少 各位想想看 男生跟女生是不是就差蛮多的 因为X一个是Y 那个长度就会有差 对不对 但是我们撇开性别染色体不看 另外22对差多少 答案是大概差300到500万 各位请你改一下 课本写错了 课本写300到500万 他画错了 应该是把夸号里的字改一下 各位那个夸号里写300到500M 写错了 是3到5M 课本写错了 课本写错了 他画错了 是画夸号里的那个00是多余的 这样可以吗 好啦那你不要看夸号里的把它直接画掉 你就看中文就好了 就是300万到500万 那实际上你的是不是30亿 所以这个除以这个 实际上不同的人的差异只有多少 千分之一 换句话说 人跟人只要是同一个物种 它的相似度非常高 高达99.9% 百分之99.9% 这样有听懂 那最后一个重点 这个最后一个重点不重要 这个不要讲 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请你告诉我 你的染色体总共有多长 31个碱基队 请问你身上有多少基因 35000个基因 代表你会产生多少种蛋白质 35000种蛋白质 对不对 可是科学家发现 人类身上的蛋白质 其实总共有10万种 倒不起来啦 对不对 你刚刚不是说基因有几个 35000个 每一个基因是会产生一种蛋白质 所以你的身上应该有多少种蛋白质 35000种蛋白质 可是为什么实际上科学家发现 人体有10万种蛋白质 所以这个答案在课本243页 人类体内的蛋白质种类 好看喔 人类的染色体总共有35000个基因 也就是可以产生大约35000种 不同的蛋白质 对不对 接下来请你画起来 但是不同的蛋白质会交叉反应 什么意思 看这边 这是A蛋白质 这是B蛋白质 就科学家发现B蛋白质 刚好是一种酵素 酵素会怎样 会引发化学反应 让A蛋白质变成B蛋 这句话有听懂意思吗 这叫交叉反应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超过35000种 对不对 所以画起来 最后科学家发现 人体中大概有10万种蛋白质 这包含你身上所有的蛋白质 包含所有的酵素 头发皮肤脂 这都算 这样有跟上吗